陈子涵原名为陈莎莎,中国女演员,重庆人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,于同班同学讲琴琴,今悄悄变唱《北电三朵花》,而后她因出演《白蛇传》中的小青儿走红,她的戏路颇为广泛,因在大汉天子饰演平阳公主,神雕霞与饰演郭福,活佛气功,饰演胭脂等剧的突出, 演出表现,被称为古装女王,除了多年的陈子涵不卑不抗不炒作,虽然她始终没有成为一线女明星,但是她的悲闻也几乎没有在前年,她与老公戴湘羽领证结婚,却男女真的是非常般配,婚后两个人一起把生活过程的童话,建议陈子涵与老公穿着休闲低调现身机场,女神踩着拖鞋笑容满面,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, 戴湘羽注视着她也是满脸重念女人幸不幸福看脸就知道了,在机场走路的时候,戴湘羽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陈子涵,这就是爱情啊,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喜欢的陈子涵呢?